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1月23号 星期一 我们一起来继续聊聊菲律宾的事 继续说上周期苏雾的时候 我多年一个症状没有发作了 就是这个路怒症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嘛 就是收敛也没钱 很少开车 但是因为这次要去苏雾 就是迫不得已 对吧 就得开车去了 因为开车去那边方便一点 结果在路上 这路怒症犯了 这个至少骂了几十四人 为什么骂他们呢 我觉得也情有可缘 我自己能原谅自己 是这样的 在这个路上 见着好几种情况 比如说第一种 最让我气愤的是 碰见菲律宾这边骑自行车的 你说你骑的又不是竞速的那种 对吧 竞赛那种自行车 你能登个四十麦五十麦 甚至七八十麦的那种的 您就是提一个 比国内那个共享单车 用了两年以后 还破的那个自行车 对吧 骑上以后嘎啦嘎啦直响 然后呢 还没车厉那种破车 您还站在这个高速上骑 还挡在中间 我还超不过你 我操 那你这有点过分了 是不是 然后那个 你骑也就骑吧 还在这路上画龙 我还没法抄你 为什么呀 你老画龙啊 对吧 我也抄您就画 这怎么骑 这怎么抄啊 这怎么开啊 对不对 关键是菲律宾这边的高速啊 跟国内还不一样 不是什么四车道 八车道的 很多路段呀 就是去速度这个路段里面呀 很多都是 两车道的 对向两车道 关键是 很多路的这个路况也挺差的 就是 到处都是补丁 所以你这自行车 在马路中间晃 呀 哇塞 实在忍不了 当时呢 他就收获了 我得有30句 还是20句的这个 祝福他的脏话 反正是这样的 除了自行车 当时还挺气氛之外呢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摩托车啊 就这个摩托车也挺讨厌的啊 就是你 有的时候你能碰见这个 呃 四车道的时候 对吧 然后呢 菲律宾这摩托车呢 有很多呢 都非常恶心的是什么呢 他飞在你这个中线上骑 就是说 要不然您就在左侧的这个快车道骑 要不然就在右侧的这个慢车道骑啊 咱们理解是这样的 对吧 啊 然后呢 不 他就要骑着中线 骑中线去骑这摩托车 而且这个摩托车呢 还略靠这个 左侧快车道一点 那你超车就有点费劲了 对不对 那我只能从右侧超咯 那从右侧超的时候呢 哎 他觉得他应该避让你了 他跑的右车道来了 那你从左车道超吧 他又不让你 关键对面也有车呀 就十分的不好超 你这 超车就看运气 你知道吧 在这边 十分的恶心 所以有的时候碰见这个 就超 就这一路啊 试了好几次都超不过他 哎 也是气得他啊 送气得我啊 送了他好几句 这个祝福的脏话 没办法 你知道吧 这个实在是恶心 但是这还不是最恶心的 最恶心的 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 就是 这个 途经一些这个城镇的时候 比如说 阿高尔的时候啊 那个城镇的本来呢 就是人 非常的多 然后那街道的人流呢 就是以 谁也不守规矩吧 对吧 谁也没不守人影红道 到处穿来穿去 本来那个城市就小 街道就窄 人又多 你就能碰上这图图车呀 哎 这俩图图车并排开 你说并排开吧 你要真的是为了拉客人 使劲开也行 不是 并排开是为了聊天 你说正常情况下 这图图车二十万 一聊天 这俩人一分神的 谁也不肯开快了呀 哎 这车可能大概就十几万 关键呢 这是城区的 你也超不了的 这是这个特别的恶心 没办法 也得送他们几句 这个祝福的脏话 真的 哎 呃 有朋友问说 你碰这些事 胖哥 你为什么不按滴滴啊 怎么讲呢 在菲律宾时间长了 至少在我们这个岛啊 很少有人滴滴开车 基本上没用 呃 大家还是蛮有这种 呃 耐心的吧 去等待这些事情 啊 所以呢 我在这边也形成了一种习惯 开车呢 基本上是不按滴滴的 呃 按滴滴呢 只有几种情况 第一个呢 就是可能我要抄抄你 啊 然后呢 启动了 然后呢 按一下 提示你一下 对吧 呃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真的有急事 对吧 就是打双闪 然后按着滴滴往前跑 这样的事情呢 比较多 所以碰到这种事情吧 我就按不下去滴滴 你知道吧 因为我觉得按下去就很粗鲁 所以我只能在这个车里头 对吧 这个送他们一些 这个祝福的脏话 那没有办法 而且在菲律宾这边 很多这个高速超车 就跟跳骑似的 真的这一路上 如果前面有一个大巴 或者有一个家常的卡车 啊 以二十麦或者三十麦的 这个 速度行驶的话 那就得堵一路 堵一路 让这后面这一串吧 就跟那个赛车的时候 然后后边那些车 得跟随着的 得换位置啊 跟跳骑似的 倒是挺有意思的 不过呢 谁也不敢硬去抢这个大巴和卡车 或者大车的位置 为什么呀 这帮车开的特别的野 他撞你 他没事 对吧 然后呢 本身他有工作 说完那以后呢 人家就把车边一停 这我真见过 把车边一停 客人呢 送到下辆车去 哎 人家就算下班了 然后你还得给人家赔钱 这也是这个跑长途吧 在这边反而驱疏 跑长途的一个比较恶心的事情 另外一个呢 更逗逼的是什么呢 有些车吧 你还不能跟人太近 为什么呢 他有的时候会掉东西 这东西呢 不一定是真的东西啊 没准是掉人 比如说这次我去的时候 我前面就有一个 那个乡市货车 后边呢 没关 就拿几个绳子给绷上了 然后呢车上呢 坐了四个人 还有好多的货啊 这四个人还在车上喝粥啊 还是喝什么 吸了光汤的东西 然后呢 这车要是一踩刹车 一顿 我这个挡风玻璃上呢 就得建点 所以后来呢 就说 这也得送几句祝福 对不对 但是咱俩拉开距离 尽量不要在他的后面 或者说 打开点 就是五十米吧 对吧 省得万一掉一个人呢 掉一个粥还好 顶多走挡风玻璃脏了 你要说这人 他没坐住 掉下来 那他妈就完蛋了 对不对 反正吧 我就真是觉得 有的时候这个 我不知道说是速导的 这开车人的速度 整体比较低啊 反正到哪去 真的是独怒正犯了 我在杜瓦克利 很少有这种情况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开的吧 怎么着都能礼让一点啊 怎么着都能礼让 顶多就是什么呢 鬼玩的时候 长期没人让你 这也没办法呀 没红绿灯 那就是全看对方的情况 那碰见速度高的 看你这边老不走 就让你一下 这个也就全凭运气了 但是这次去死误吧 这陆诺正啊 真是这么多年 两三年了吧 真翻他顶脸了 得了 跟大家扯量 就扯到这吧 没人不得继续扯到 我会给你一下 我会给你一下